第七集 丧福 把悲哀穿在身上 丧福简说 在古代 孝是一个人的基本道德 从汉朝开始 历朝历代都提倡以孝之天下 其为人也孝涕 而好犯上作乱者 为之有也 孔子说 孝顺的孩子是不会兴风作乱的 只有孝敬父母的人才能孝敬国家 所以 父母去世是人一生中重大的不幸 就算是宰相 也要辞官回家守孝 而丧福就成了孝道中的一种礼仪形式 丧福又称孝福 胸福 是生者在丧礼上为死者穿戴的孝福 一般来说 根据死者关系的远近 丧福分为五等 斩衰 旗衰 大宫 小宫 丝麻 斩衰是由生麻制成 边际开散 不逢制 这是仲孝三年的人穿的 凌乱的衣服体现了孝子内心的痛苦 一般是父母去世才穿 东汉以后 如果在任的官员有父母去世 必须离职成福 归家守丧 叫做丁奸或丁幽 看到有古人的文章中写丁幽在家 就是在家为父母守孝 如果是父亲的丧事 则称丁外奸或丁外幽 母亲的丧事称丁内奸或丁内幽 只有等到丧期结束才能重新复职 特殊情况下 皇帝以处理军国大事的需要为理由 不让高级官员离职守治 称为夺情 但如果官员遵旨 依旧任职的话 就会被攻击为有备人伦 要承受极大的舆论压力 春秋时期的魏国名将吴起 没有回家守丧 就屡屡被人购骂为不孝子 而宋代文人苏东坡就曾因为父王而辞官归隐 在科举时代 如果考生欲斩衰之丧 在丧期内也不得硬考 如果有人为了考试而隐瞒父母亡顾的消息 就叫做逆丧 被发现后会受到严厉处分 而且会为人们所不齿 也毫无前途可言了 旗衰是用熟麻制成 边际整齐 乃有手工缝制 丧期分为四种 旗衰胀期 三年 旗衰不胀期 一年 旗衰五月 旗衰三月 在服旗衰期间 饮食起居也有一定的规范 旗衰三年也是重丧 其要求与斩衰三年大致相同 只是出丧三日不食 改为二日不食 旗衰胀期 不胀期 则是出丧三餐不食 胀期者中丧不能食肉饮酒 不胀期者三月及葬后可以食肉饮酒 但不能参加宴会 大宫 粗白不制成 九个月的丧期 居大宫之丧的人 出丧三餐不食 葬前不能睡正寝 要吃斋念佛 小宫 细白不制成 五个月的丧期 小宫是清丧 一般未愿防亲戚而服 司马 更细的白不制成 三个月的丧期 丧礼上的故事 庄子妻死 庄子是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总是与众不同 庄子的妻子死了 按照丧礼来说 应该是重丧 不能饮酒吃肉 更不能唱歌了 但是 他的朋友惠子前去吊宴时 却看见庄子岔开脚坐着 还敲打瓦盆唱歌 惠子看不过去了 就问 您的妻子辛辛苦苦把孩子拉扯大 自己没有享福就去世了 您不哭也就罢了 还在这里敲锣打鼓地唱歌 这也太过分了 庄子理直气壮地说 人本来没有生命 也没有形体 不过是夹杂在杂草之间的元气 再由元气变成有形体有生命的人 现在他死了 这就和春夏秋冬四季更替一样 人不过是天地之间的草芥 我却要淒淒惶惶地守着他哭 这样做有什么意思呢 守桑三年的来历 有一天 孔子的学生载我问孔子 为父母守桑 一守就是三年 似乎太长 假如君子三年不讲习礼仪 礼仪就会败坏 三年不演奏音乐 音乐就会荒废 所以载我建议把桑七改成一年即可 孔子听了很不高兴 问道 如果这样你心安吗 载我回答说 我心安啊 没有什么不安的 孔子感慨地说 你还是做不到人呢 你想想看 一个孩子出生后 要三年才能完全脱离父母的怀抱 父母就这样日日夜夜地抱着孩子 护着孩子 这是多么辛苦的事情 所以 替父母守桑三年 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心想看